我相信刚开始接触健身的小伙伴呢 一提一减脂都会想到有氧运动 比如说跑步机啊 登山机啊 椭圆机啊等等等等这些 当然这两年也非常流行另一种运动的方式 就是咱们的HIIT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将会以我个人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种运动到底哪一种减脂效果更好 以及哪一种运动更适合于你 那话不多说 3 2 1 像大家在片头看到呢 每周一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的好朋友Hogg 进行一个HIIT的训练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通过跟他的聊天呀 以及向他请教一些知识 我对HIT又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呢 我就想结合我个人经验 通过对比一下有氧运动和HIIT 来告诉大家哪种运动更适合于你 首先呢 咱们从难度的角度来对比一下这两个运动 很明显的有氧运动呢 相对于更简单一些 不管是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都可以选一种或者两种有氧运动来开始你的减脂 比如说你可以跑步啊 你可以快走啊 登山啊 或者你不喜欢做那种下肢的运动 现在目前还有那种上肢的那种 划船机啊等等等等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 总而言之 它的门槛相对比较低 从有氧相比 HIIT的要求就相对比较高一些 因为咱们从强度上来讲 理想的HIIT 它要求你每组都达到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极限 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呢 再进行一个非常大强度的一个训练 如果没有一定的运动棘手的话 不仅有些小伙伴达不到那样的运动强度 某种程度上还会有受伤的风险 所以呢咱们的有氧运动 相对于HIIT的门槛要低一些 好嘞咱们现在再说第二点 效率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现在选择HIT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它消耗卡路里的效率比较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你做HIT的过程中呢 你不仅是在运动过程中在消耗热量 在你结束之后呢 也会持续的消耗一段时间的热量 但是有氧运动呢 因为它在运动过程中 它的心理轨迹比较平稳 所以呢它更多的是在你运动过程中在消耗 假如你只有10分钟的话 从消耗卡路里的角度讲 肯定是HIT的效率会比有氧更高一些 但是直接强调的一点是消耗卡路里的效率 并不代表你染指的效率就会更好哦 这个呢我会之后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第三点就是咱们的心肺功能 虽然有氧运动和HIT的训练呢 都对你的心肺功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处 但是这版必须要说 因为理想中的HIT 它要求你每一组都做到你个人的100% 就是你的极限 所以呢它对你的心率要求 会比有氧运动会更高一些 所以它带来的好处也会更多 比如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以前我做胸前背腿手臂 这种力量训练的时候呢 往往做到最后一两个 不是因为我力量力竭了 而是我的心肺功能跟不上 我的脸憋得红红的 完全起不来 但是自从我做了这种HIT训练之后呢 我明显能够感觉到 在相同重量的情况下 我可以多做一两个 所以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 HIT对我运动表现的帮助更大一些 第四点 它是否会影响你的力量训练 因为大家都知道 除了这种有氧和HIT之外呢 我平时主要的训练呢 还是这种胸肩背腿手臂 无氧训练为主的 那当你在做力量训练的同时 还希望减脂的时候 我到底是做有氧 还是在做HIT呢 我更倾向于有氧运动 因为 其实从功能系统的角度来讲 HIT很多程度上 它跟咱们平时的无氧训练呢 用的是一个功能系统 既然它们都是以碳水和糖 为主要的功能来源的话 你就会相互影响 比如说你先做完HIT 再做无氧 你就会发现 你发挥不出来平时更大的力量 同样的道理 当你做完力量训练 再做HIT 你就会发现 你达不到平时的那种运动表现 但是咱们传统的有氧运动呢 更主要的是 用咱们的有氧功能系统 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推荐 在你做完力量训练之后 做有氧运动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对你的力量训练 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第五点 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HIT和有氧 到底哪个的减脂效果更好 首先呢 我希望从我的个人经历讲一下 因为这两年各种文章和视频 都在强推HIT 这种相对效率比较高 强度比较大的训练呢 很多人认为 HIT训练的减脂的效果 是不是就比有氧训练好 如果单从减脂效果来讲 我个人更推荐有氧运动 如果关注我很久的小伙伴就知道 我比了五场减体比赛 所有这些比赛 都是我通过有规划 有计划的有氧运动来减下来的 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原因 第一 首先有氧运动相对于HIT 更好监控 更好调整 比如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在一个器械上 一样的强度 每天做同样的时间 这个时候如果你希望调整的话 你只需要加一点点时间 就可以比你之前消耗的更多 但是作为HIT这种训练来讲 就算你有手表 还有这种东西 你很难监控它 到底具体的消耗量是多少 从而你很难进行一个监控和调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很多健体健美比赛 很少有人以HIT 作为你主要减脂的这么一个工具 所以从染指的角度讲 尤其是需要备赛的小伙伴 我还是推荐这种传统的有氧运动 效果会更好一些 最后一点 我认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趣味性 很显然 咱们大部分人都讨厌做有氧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真的 真的很无聊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我每次备赛的时候 后期可能需要做40分钟 甚至50分钟有氧的时候 我每次都在思考人生哲学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小伙伴 抵触运动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刚开始接触运动 就接触这么无聊的运动 所以他也会觉得运动本身 就是一个很无聊 很难受 一个忍受的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 HIT呢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训练 它不均匀于形式 也就是说你每次都会用不一样的动作来进行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都希望马上来到哪个东西效率更好 我就会去做哪个 但现实生活中呢 往往都是哪个你更喜欢去做 你会更容易坚持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享受运动本身的过程 HIT将会使你更好的选择 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我认为有氧运动和HIT的一个优缺点 在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到底哪个运动更适合于你 如果你是这类人群的话 我相信有氧运动对你来说就会更有优势 但是如果你是这类人群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做一些HIT的训练 当然如果大家时间充裕的话 我希望大家把两种运动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从两种方式中 都得到各自的好处 而以上呢就是咱们标题的主要内容 当然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还没有完全结束 因为现在呢 我希望给大家展示一套 我认为非常好 非常有效的一套HIT的训练 但是呢 我一个人没法完成 所以呢 今天呢 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 Mr.Hoxin What's up guys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with my boychroyal Ok ok 现在呢 我们去外面 给大家记录一下 今天的HIT的训练 各位 现在看到我们来到了 我小区的一个二楼 比较安静的地方 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整个的训练呢 你可以在家里完成 但是当然了 你可以在室外任何一个地方完成 其中有一个动作 可能你会需要毛巾 或者这样的Band 如果大家完整完成下来的话 将会对你的整体身体 非常好的刺激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 当然是也非常爽 Alright 那咱们现在开始第一个动作 把衣服脱掉 今天所有动作 咱们都会有一种基础版 一种进阶版 两种版本 所以呢 我们先做一套基础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要不要打开 20 second 3 2 1 Go 2 1 1 1 2 1 1 2 1 1 1 把你身体打开 背打开 如果可以的话 把你的脚抬起来 这动作叫Superman 受阻你的对付 下一个动作 弓箭步 我让下一个平板支撑 Let's go 大家看到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 是五个动作 非常简单 非常基础 如果大家想增加一点点挑战 或者增加难度的话 可以试下同样的动作 但是不同的版本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Let's go I heard you're hated by your girlfriends cause all the guys want you to deny Yeah They say she's too hot They say she's too cold When she came from nobody really knows They say she looks young But say she acts old From everything I've heard She gets out of control And all the boys say she was sent from the heavens But I'm not too sure that this girl is a blessing She's got the devil's eyes and they'll cut you like a weapon She's stuck in my mind like a bad obsession She's got bad intentions She's got a body like a cold fan She likes to keep the party going These rumors got me feeling lonely I want that body baby show me She's got a body like a cold fan She likes to keep the party going These rumors got me feeling lonely You got it Shui let's go man Come on just two more Just two more Good one more Good He's got a body like a cold fan STOP I'm crazy keep the party going I'm ready I want my fingers got me feeling lonely 咱们做的是五个动作 五个动作乘以二十秒 也就是一百秒的时间 需要三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来休息 然后再进行一整套 刚才我做的那条训练 这样的话就会作为HIT 有更加好的一个效果 休息好三分钟 现在开始第二组 大家看到这个动作 我做了两组 加上第一组总共做三组 总共用下的时间大概是不到十分钟左右 我希望大家在做这个动作过程中 一定要首先庆数你现在自己的一个能完成的水平的高度 做这个动作之前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确你到底能不能完成其中某些动作 如果可以没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先从第一个level开始 如果大家觉得第一个程度对于来说已经很强了 就不要再到第二个了 每个动作20秒紧接着换第二个动作 然后整个五个动作完成也就是100秒之后 休息200秒 也就是将近三分钟左右 反正我是做了三组 这已经非常非常的水平结了 我现在看见一点能量都没有 如果大家可以多做的话 可以再多做一组 但主要的目的是提高你的心率 享受整个运动过程 好吧 你完成吗 对 我刚才听到第一个动作了 我的脚本来从第一个动作了 好 坏儿子 你怎么说的 在Mandarin?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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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去做你的部分 好 对 好 喂,他弄了我 是Tidi,Tidi Natago 那是真的,好嗎? Tidiah Tidiah